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战车的游戏的第二集 那我今天的话 我选择就是说 用S7就是这一台 来进行一个就是我平常 对重型坦克的那个 走位和一些经验的分享 那我们直接进入战斗咯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场 是什么地图 OK 陷落之锡 陷落之锡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配置 对方是一台清炭 我们这边也是一台清炭 基本上是很确定会打 右手边这个方向 就是我们C点的方向 那我们直接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发现的动作 对方的话有三台重坦 然后装甲都是 装甲都是有的 都是稍微比他偏向装甲 那我们先来这边进行一个 发现的动作 对方的IS4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对他进行一个设计 OK 现在直一往下走 我们就把它给拦截在下面 OK 像这样 我们把它拦截在下面 然后示意队友进行一个火力的支援 OK 就像这样 我们现在往后退 退进这个水沟里面 然后在里面对他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不要让他上面的队友干扰 不要让我 这发跳掉了 没关系 队友已经下来支援了 我们就优先把对方的IS4给带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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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被带走了 我们就探头 然后我们往上压 就是不要让对方的坦克队友们进行太多的集火 就是稍微压制一下 OK 现在我们的 情势已经很好了 现在我们对他进行 侧面的一个驱逐段 就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OK 不用怕 就直接 他在撞钱的时间 我们直接压出去 OK 他已经就是 被击毁了 我们就往 他们的侧面走 基本上我很确定就是说 他们都在加这个方向 然后我们往这边走 我们示意队友进行一个 支援 这边我看到对方的IS4 100 对啊 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OK 他现在有点黄 他就是往后退 对啊 持续进行一个 把他带走的动作 OK 我现在 基本上打得蛮紧张的 希望我队友 就是能快点做一个火力的输出 OK 他们现在已经是往下走 我要快速地去支援我的队 我帮我队友非常威胁 我先把对方的驱逐战车带走 OK 好像这样 然后我不要理这台 我直接往上走 把对方的轻型坦克给带走 对是像这样 不要让他持续做一个火力的支援 把他赶走 最好是能直接把他给收走 OK 好像这样 对方就没在躲 我们是提出的 我们是提出的 看下能不能进行一个支援 OK 好像这样 就是把他带走了 然后对方的话 这台重型坦克应该是在装填 我们对他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直接把他给带走 OK 好像这样 对方剩一台G15 对方剩一台G15 现在就是 一打一 然后我们的血量很明显 有优势 刚刚他在这边 我其实也有知道 大概在这个方向 然后我们出去 OK 他已经失误了 我也失误 我们对他进行一个贴身 然后用 SE高爆弹 对他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像这样 我们持续的就是 白角度 不要让他轻易的击穿 持续的对他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然后这时候就用AP弹 就直接把他带走 对我像我的队友 183041 我也是使用AP弹 然后我们直接把他带走 OK 这场的话是很惊险 就剩我一台 我们来看一下 造成了5333的伤害 然后有得到一个就是 战车王牌 然后这场打的基本上 很漂亮 让我们看一下 队友的话表现也是 可圈可点 也基本算算OK 那这张地图的话 基本上 像刚刚那种情况的话 对方的 ICE4要强行下来的话 我们如果觉得有把握他的队友 不会跟下来支援的话 我们可以强行对他进行一个 强制的交火 就是不要让他太强势了 因为他直接往下走 那我们继续看下一张地图 OK这张地图是王朝明珠 王朝明珠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对方的配置 对方的话是 两台中坛两台清坛 我们这边的话是 三台中坛 OK那基本上的话 OK对方的重型战车 比较就是 强制很硬 我们往西点这边走 我们4E对的往西点走 全部都往西点走 OK那也是有 OK我们的重型战车就是 没懂要往这边走 没关系 我们就是 4E我们的队友小心一点 OK他们全部往这边走 我们快速的走到B点这边 对他们进行一个C 虽然说我们的装甲有时候是蛮悬的 可是我们能做的事情 就是保护我们的队友 让我们直接往这边走 不要让他们就是太强势了 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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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的9001很强势 想要强行过来 因为他装甲非常的好 那我们直接进行火力的输出 持续这样 把对方卡在这边 然后就是不要让对方对我们造成伤害 OK没关系 我们就是4E对的进行一个攻击 对方 基本上一台 清醒坦克被带走了 那我们就直接就是持续的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4E对的 没关系 就是我们尽量 因为我们要不要让他就是进行一个设计 OK 如果对方想要上来 我们持续的对他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我们像队友血量会少了一些 队友基本上很安全 我们4E队友进行一个攻击 9001一直卡在这边就是很烦的 我们先看一下情况 现在战局有点僵持不下 我们队友从后已经进行一个攻击 我们也进行一个火力的支援 就像这样 9001的话我们就放在最后才处理 然后我们就先优先处理这边 对我们的重型坦克队友进行一个火力的掩护和支援 就是9001先不管了 对方已经回头队友进行一个射击 我们队友进行一个铁绳 就像这样 就是已经有跳弹了 然后我们持续队友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OK我把他带走了 对方的9001的话现在就是比较 没有那么大威胁了 因为他们队友已经剩下三台了 然后我们持续队友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对方剩两台中坦一台9001 9001基本上已经没血量了 把我们队友进行一个收尾的动作 OK他已经被带走了 阿森我对方这边 两台都已经没血量了 虽然说我也没血量了 可是说 我还是优势会比他们大 我先挨他一下没关系 然后带走 然后对方剩下一台中型战车 就交给我们队友T50处理了 还是说我们处理了 他已经有机会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场的话 双方的伤害和我队友的伤害 OK这场的话造成了3356 然后 对方的9001比较强势 就是强行打一个强行压制 虽然说他最后没有成功 可是 基本上9001是一台很难对付的坦克 然后这场的话还是打的有惊无险 那伤害是3356 OK那我们继续看下一场 OK这场是玉空 是蛮新的一张地图 那我一样会用我个人 就是以前的习惯 就是我自己玩 闪机战的习惯来演示我如何使用 重型坦克 那我们这边的话 对方是一台重型坦克 那 我们这边的话是两台 那我选择就是说 看一下队友的情况 OK队友想要全部都走 都走左手边 那我们也走左手边 OK我们往前走 这边的话会有经过一个 稍微可以发现 就看一下有没有 OK对方已经发现我 我大概知道他们在哪 然后就在这边 我们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是一队友对他进行一个攻击 对方的驱逐战车 G15在那边 基本上他是 没有什么资源的 那我们 快速的通过这边 然后把它给带走 没有了 驱逐战车都在那边 没关系我们来这边 是不是都可以 这样就是稍微 保护一下我们的轻型战车 虽然他说 虽然他已经会被带走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 火力支援 做一个快速的交换 然后对方的263 现在已经很被动了 我们就直接 看我们的轻型坦克 能不能绕走 然后我们打帮他们 断一下履带 像这样吧 保护一下我们的轻型坦克 那我们持续的往前面压 这边的话有一台T110E4 我们也持续的对他 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便宜 不要让他射击我队友 OK 他挺像 没击穿还是说干嘛 我们持续对他进行一个绕 他的队友在另外一边 所以 不用太紧张 直接把他带走 然后再来对付这台 重型战车 OK 这局基本上很轻松 我们就直接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持续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不要停 然后把他这样卡 稍微卡着他一下 对 4E他对我 对他 让对我进行攻击的话 对我对我是有 游戏 他就不要就是 打在我这台轻型坦的对我手上 持续对他进行一个吸引 OK 这样挡着他 不要让他靠近我 轻轻坦克的队友 对干扰他 保护一下我的队友 OK 然后把他带走 现在剩下最后一台了 最后台的话 基本上已经 没威胁 我们这边还有6台 战车 这数量上差距太大 我们持续对他进行一个输出 OK 太早射击 就是 准度不够 我们持续往前走 OK 差不多了 我们对他进行一个设计 我们的轻型坦克也玩得很厉害 他 他把他顶在 就是让他没办法移动 我们等下来看一下这位队友的 精彩表现 OK 这场造成了4916的伤害 然后我们的队友轻型坦克这一台 看起来是不怎么样 可是他玩的这场表现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 给他一个就是 强烈的玩家 那我们继续看下一场 这场的话造成了4916的伤害 那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地图 OK 这场运河 运河的话我个人的习惯就是 对方 对方重型战车一台 T62 然后 OK 这场的话 我选择就是 支援一下我的中型坦克的队友 OK 算了我不支援了 就是 我的重型战车的队友想要往这边走 我也往这边走 然后怎么个走法 快速的 把A点给抢下 对 有两种玩法 一种是你能直接就是往下走 然后这场的话我觉得 对方的驱逐战车蛮多的 所以我选择就是 站的比较高一点 我就是不往下走 我从这边做一个火力的输出 然后 中型坦克那边就看我队友的表现了 OK 他现在就是这样 我就不要怕 直接对他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像这样 对方不要退缩 对方就是有油力 所以他们就是 所以说他们 玩的就是比较危险的 我们直接对 对方A7做一个火力的输出 不要停 我们这边有优势 数量上也是有优势的 驱逐战车 瞄准不到我们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 对对方的重型坦克 一直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然后对方基本上都在 另一侧 所以这边的话 资源会很慢 我们直接强行的进行一个输出 不要怕 因为我们的血量已经很多了 我们三台一起走 基本上 对方拿我们的梅子 如果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 把他带走 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快速的弹奏了 就节奏会相对很快 我们也不要停 私一队有守住方位 进行攻击 然后持续的往前走 对方的驱逐战车的话很被动 基本上在打一个瞄准的动作 那我们就是 不要给他们反应的时间 快速的进攻 哪怕我们会被带走 或者是承受很多伤害 也要把游戏拿下来 他们都在那边 基本上的话 应该有一台土龟在这边 跟不上他们的节奏 那我们就把那台土龟也找出来 对方的队友现在很安全 我边有土龟在这边 我们稍微这样绕一下 对 然后慢慢的往后退 因为我们的炮塔对他们造成一个危险 然后持续的吸引他们 然后等待队友的资源 就不用怕他们基本上也没什么优势了 持续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这台已经开爆了 所以不用管他 我们专心地对护这台 或者是说直接把他带走 可是 没关系 我们先对护这台 像这样 我直接把他带走了 只要客气 然后现在就是进行一个收尾的动作 这场打得非常快 对方已经出其不意了 虽然说两边都有人 接着把T62带走 T62现在想逃 可是已经就是 回电发速了 没有办法 进行一个就是反转 已经确定我们能取胜了 对就像这样 OK我们看一下这场造成了多少伤害 OK这场造成了3450的伤害 然后就是 对方的话有一台i7是没伤害 就刚才被我们激活的那一台 然后这台G15的话也是没有伤害 然后我们队友表现的话都不错 没有急着就是 让对方有太多的火力的输出 都有好好的保护自己 那这场的话是3450的伤害 OK那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地图 再来做最后一次的演示 叶之绿洲 叶之绿洲的话 这个 基本上就算太有ABC点 基本上我也不鼓励就是玩站点 就是抢分数 我们直接往 我们直接往C点那边走 进行一个火力的压制 我们就是不选择走我们的那个 那个中坛的线 我们直接往C点走 算是打一个一波流 因为这场的话 这个地图玩ABC 玩占领分数的话 基本上意义不大 这个地图不是 不是比较适合拖延的 OK 对方的两台中型战车也往这边来 我们直接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他们没很 他们没很刻意的往前压 不知道是没有的资源 还是说 队友没走这个方向 对 A.0就是在占领 所以 基本上这边的资源会很少 或者是会相对的比较少 我们对他们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像这样 OK 我们是一队有进攻 然后只要小心对方的驱逐战车 不要让他们变成一个 对我们造成火力的输出 我们把这台120再走 对 像这样 让我们稍微的走的就是 躲一点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进行一个消光的动作 对方的驱逐战车已经发现了 我们对他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持续的压制 不要让对方跟上我们的节奏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就是 赢得很轻松 那我们现在是持续的就是对对方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肯定要击穿 就是不要造成无谓的就是 没击穿 然后我们现在是往上走 我们发现了对方的所有坦克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我们先往后退一下 OK 我对方的 驱逐战车的队友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这场很轻松 就是就算我被带走也能取胜 那我们就直接往这边走 今天的话基本上都打得蛮顺的 那我们就是看一下 怎么对这台4005造成火力的输出 OK 他跑掉了 没关系 他去找队友了 我们就是 对他进行一个绕后 他们已经基本上没机会了 我们把这台100带走 然后 OK 他发现了我 我就往这边走 对就像这样吸引他一下 然后这边 对他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然后把他带走 OK 他基本上没希望 这场也是赢得非常的心痛 OK 那我们看一下伤害有多少 OK 这场是造成了1074的伤害 我对我非常强势的进攻 我基本上要跟上他们 你看像这个 超级高手 基本上我要跟上他们 就是已经很勉强了 就是他们打的结束非常的快 所以对面造成就是 一边倒 他们根本完全没机会反应过来 只能很被动 就是任由我们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跟收割 OK哦 那这场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战车的游戏第二集 将来就基本上介绍到这边咯 下次第三集的话 我会用另外一台坦克 为大家演示我平常 使用重型战车的习惯 那喜欢我的朋友的话 就请你们把影片看完 就多多支持我 你们看影片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哦 那今天就先这样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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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